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小姐 我有話要跟大家說 好… 好嗎? 是, 大小姐 這次的銷售額升了2% 是很值得鼓舞的 不過我對於你得過且過的工作態度 真的很不認同 我們… 好… 我不是說他們, 我是說你 我呢? 今年的宣傳活動 為什麼跟去年那麼相似? 不是的, 都是你帶頭的 你的創意去了哪裡? 你這樣偷懶 你當初的初心又在哪裡? 其實… 我來不是聽你的解釋 幸好這次的宣傳活動 還有一個亮點就是開展 聽說是Hidy的想法, 是嗎? 大小姐 我只是給一點點意見 其實句底策劃也是David 平日你也有的 年輕有創意, 而且做人還很謙虛 你不僅是陳寶圖 還是我們接龍的明日之星 高巴菲, 你也是時候 要好好反省一下 你做了這麼多年了 還不如一個新人? 對不起, 大小姐 下一個月還有新一輪的宣傳計劃 要做好一點, 不要令我失望 知道, 大小姐 坐吧… 怎麼搞的? 剛才那個中年癲婆 擺明就是在雞蛋裡挑骨頭 David姐, 你幹嘛不反駁她? 她也不給我機會解釋 不過想起來 我覺得大小姐說得對 我這次的宣傳活動 真的有參考過去年的感謝祭 內容差不多 你因為看到去年的效果好 所以今年你誠勝追擊 搞個SIMLA 但你… 可能我再創新一點, 少量會高一點 有時候我也會在這裡想 我們做得久了 會不會這樣就墨守成規 習慣了手勢 所以事情重複就算了 還有, 可能在創意方面 我們應該向新人學習 我…當然不是 我要向你們學習 要努力一點才不會辜負大小姐的期望 我一定要再努力一點 讓大小姐搶一下 你們是不是入了邪教? 怎麼樣?你們可以下單了嗎? 我勝出這份文件 差一點沒搞定 我也突然有下一季的宣傳想法 我也想去做事 一起去買吧 那我也一起去吧 不用了 你們不介意我禁止今晚的慶功飯嗎? 當然 聽完大小姐說之後 我真的覺得我們沒資格去祝福 我們可以再偷懶 今晚一起去加班 爭取再創佳職 知道嗎? 我可以走了 我收拾好東西就可以下班了 剛才我經過尋寶圖 我發現他們每個人都很努力做事 不然我看錯時間了 你真的看到他們每個人都很努力嗎? 那就是證明我的新招數是得和 什麼新招數? 我的新招數就是來自爸爸的著作 親生兒子要出氣袋 竹子也不敢威風? 爸爸何時出了這本書? 你沒見過吧 爸爸把他收得好賣 我相信一定是爸爸治理公司的心得 全部都放在裡面 我來看看 我收起來 我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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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為什麼這個書名這麼有趣 什麼意思? 這個書名就是整本書內容裡面的精髓 書裡面有提到做老闆的 要在每一個團隊裡面 都選一個親生兒子和出氣袋 親生兒子做什麼 就算做錯了哭號 都要不停地去讚賞他和鼓勵他 而出氣袋就是無論他做得多好也好 都要踩他和批評他 這樣做就可以挑起 團隊裡面的內部競爭 當親生兒子受到讚賞 自然就會更加有動力 將事情越做越好 而出氣袋經常被批評 他一定不放棄 就會更加勤力地去做事 而周邊的人看到他們這樣 個個都不會想做出氣袋 他們就會更加勤力 因為他們個個都想爭做親生兒子 但是這樣的話 親生兒子豈不是會刺寵新嬌 越做越騎? 相反我出氣袋就變得沒有動力 不做不錯? 沒錯,而爸爸也有提到這一點 兩個角色是不可以有固定人選的 老公,其實我只是為他們好 如果他們不努力做事 公司沒有業績的話 他們哪有工資? 你怎麼會這樣? 醒來,被高層見到你就糟了 我好精神 大小姐,送總監早晨 早晨 早晨 大小姐,早晨 對不起,大小姐 我回到你會嚴程去 我別睡晚了,我很勤力地做事 停 好,這位先生,好生年後下 請你出事的員工做給我們 很糟糕 慢著 她的樣子像之前新聞的那個 詐騙犯 又很遲 馬漢 馬漢 警察 警察已經到了 千年診 你真的很應該 好好地向馬漢學習 要撞彩 剛才馬漢就是明明在這裡 扮演眼睛 然後再讓壞人進來 吊意慶心 再出其不義地把他們抓住 馬漢 我很明白你的部署,很好 大小姐,你真是觀察入明 明白我的用心 你身為上司 為什麼你不明白你身邊下屬的屬性 然後再好好地利用他的專長呢 我對你真的很失望 裙姐 大小姐 那女廁,你剛剛清潔完了嗎 是啊 我一向洗廁所都很用力 難怪 剛才我進去,整陣燒毒藥水沒有 我差點毒死 阿頓莊 過來 大小姐 大小姐 你手上的清潔噴霧是什麼牌子 藍寶寶,大小姐 噴霧給我問一下 很清潔 很清新 裙姐 你看看艾頓莊比你年輕 但是選擇清潔用品就給你有經驗 你是不是應該檢討一下 不過大小姐,如果用這支清潔噴霧 洗廁所是沒有殺菌效力的 那你就簡直又香又能殺菌 阿頓莊 是 你不僅是清潔噴霧 還是我們接龍的明日之星 我看好你的 明日之星… 午餐到了 謝謝奴仔 不用 奴仔,我要炒飯 怎麼變成星洲炒米 是嗎? 是呀,我換過他 你不要酒醉 你就這樣拿回廚房嗎? 你一個對不起也不要跟我說 對不起,大小姐 我…我真的很忙 你看看別人的新豪仔,豪仔 他跟你做的事是一模一樣的 他什麼時候做錯事 那他是機械人 你再這樣做事 很快就被新豪仔取代 對不起,大小姐 我換過他,不好意思 我這個不用換,謝謝豪仔 老婆,你這樣是不是過分了一點 豪仔也是人 他真的有狀態不好的時候 你怎麼可以找他跟機械人比 我只是想他反省一下 稍後我還要摸一下新豪仔的頭 在他面前給新豪仔 這樣才可以激勵他 做事做得比那隻機械人好 謝謝 古巴菲 嗨,小姐 最新的宣傳計劃成怎樣 今期的銷售額我要多3% 能不能做到? 做到…我會努力的 你們慢慢吃吧 我還是上去叫外賣 一邊做一邊吃 我上班了 Hidy,你不用了,先留在這裡吃飯 為甚麼他不用? 因為我已經看到Hidy的上進心 你現在最需要的就是我的獎勵 來,Hidy 這頓飯你隨便叫,隨便叫 入我菜 還有,待會吃完飯之後 去散步吧,放鬆了大哥 才可以激發你無限的創意 知道嗎? 謝謝大小姐 Hidy,我叫我吃粥火腩飯 收到 我聽到了,洪少爺 你女朋友走了,你還留在這裡 寶貝走了嗎? 是呀,他娘單就回家上去工作 我們也是叫外賣 想她一邊做一邊吃 好… 吃粥火腩飯在那裡做 抄底? 好… 太好了,我們成功了 什麼事?我們的銷售報告出來了 我們的銷售額升了3.5% 太好了… 超額完成,大小姐的要求 太好了 畢竟做得這麼辛苦 終於有回報了 對不起…遲了 怎麼樣… 這個月的銷售報告出來了嗎? 我們能否達到目標? 超額完成 你上個月升了3.5% 太好了 我終於可以交差了 各位,早安 大小姐 謝謝 阿菲,我昨晚打電話給你 為什麼不聽? 對不起,大小姐 我昨晚設了電話靜音,聽不到 你的電話是擺設嗎? 關鍵時刻我找不到你 我還要你來做什麼? 阿菲,你打算消瘦眼達標 所以做事就鬆無鬆逆了,對吧? 你這種工作態度是不行的 答案 大小姐,你別這麼過分 我寶寶為了遇上你的目標 已經每晚開加班了 是昨晚難得她做了所有事 打算睡一頓好睡覺 才會瞞著電話 你打給她的時候 根本就不是辦公時間 她是不是沒有義務 聽你的電話呢?我沒什麼再問 人家這麼大膽,真的拿出來說? 叔叔,你還是把雲精放出來 讓大小姐喪督吧 我知道你們很累 我也很累 你們覺得我逼那怕非 逼得這麼厲害是針對她嗎? David,我這樣做是為你好 大家知道嗎? 你們要拼得盡 公司才會有進步 好詩人,你說是不是? 那也是的 還有,我看了你這次拍的宣傳照 我很喜歡 謝謝… 那個構圖當然可以選擇 又很鮮明 不僅我 網上一面的留言都很好 其實這次的構圖和角度 我都很用心去拿捏 這種精益求精的精神 就是正正你們要學習的保養 尤其是你,高帕菲 紅薯人作為你的另一半 她剛才多支持你,你也有看到 你也要努力一點 你不要討紅薯人後腿 知道,大小姐 阿Grey Baby,你別再拖我後腿行不行 好想…叫外賣 你這麼晚才下來? 人哥等你很久了 Baby… Baby,你來了,坐下來吃東西,快點 豪仔,謝謝 沒了…廚房已經下廚了 我已經下班了 這麼早? 沒關係 這個時候有很多餐廳開門 出去吃 出去吃?不… 我打算點點外賣 回辦公室工作 你忘記了今天,我們是拍攝夜晚 對不起,我忘記了,我真的很忙 我下次陪你看過,好嗎? 我想看那齣戲就是錄畫 你每天晚上開辦公室怎麼看? 我現在很緊張 真的,我不想再被大小姐罵 你知道嗎? 你不用管大小姐說什麼才行 你看看我 我每天晚上又不用上班 又準時下班 大小姐有沒有說過我? 就是這件事 什麼? 就是不公平 我要更加努力 現在你做一點點事 他就捧你上天 你做什麼就是對的 我做什麼就是錯的 等等 你這樣說是不是大小姐讚錯我? 那你就是大小姐罵我 我真的做事很差嗎? 我沒這麼說過 你自己說過 你有這麼想過 我沒有… 他們是演交 我懶得跟你說 不好意思,仁哥 但剛才David姐眼紅紅 不如你出去追回去吧 我不追,不用管他 為什麼你們平時感情這麼好 突然吵架? 就是因為你們那個大小姐 Bibi 你在幹什麼? 你不要妨礙我 我去廁所 我不想跟你吵架 Bibi,你先聽我說,好嗎? 你別再說昨天氣我了 我們一群都被大小姐放上桌 其實最奸的我是她 我說你才是最奸的那個 想妨礙我做事,想我被大小姐罵 Bibi,我認真的 我今天整天早上都想跟你解釋 跟你說 但你一掛著做事,你都不理我 你看看 這就是May傳過來的證據 親生兒子要出氣袋? 這是什麼? 大小姐看完這本書之後 就特地捧一個,踩一個 目的就是想我們全都在內鬥 拼命做事,互相競爭 她打算接我到什麼時候 我不想一輩子都出氣袋,Bibi 我問過May和Fanny 她說大小姐就會觀察別人的反應 如果覺得她受不了,就會串門對象 所以你以後就不要受大小姐的影響 就不要這麼拼命做事 就在那裡扮…我受不了,很辛苦 想放棄這樣 大小姐自自然而不會找你做出氣袋 一定要找一個殺菌又不刺鼻的配方 讓大小姐不要罵我 大小姐這麼快看我 我是清潔撲明日之星 我一定要用力一點 十五個廁所塞了,馬上到 不要… 我幫你找我做的 Bibi… 走呀,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你看 看來傳風算了 都是七三三和出氣袋的受害者 你們想到今晚在哪裡吃飯了嗎 哪裡都可以 只要不是八千公就行了 今晚吃完就可以再吃了 你不要吃生的 其實這間是幾個 又像你 沒有鞭策班有幾天 現在就鬆懈到 談下班去吃什麼不肯開OT 看來我要再出招 高派菲 是 你今早交給我那份提案 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只剪了頭兩頁 已經有幾個錯字了 你做事這麼不專業? 沒理由,大小姐 我證明了很多次了 你做事就是操心大意 你是不是經常想著下班要去吃什麼 你看,紅藥水做事就不同了 她經常都很喜歡開OT 而且永遠都不會做錯事 謝謝大小姐 我也會繼續努力的 我也會注意的,大小姐 別讓我失望 是不是很聰明 你剛才那些叫做老屈 有效果就行了 不如我們去吃燒肉吧 上次我和Baby好一間很好吃 對 是呀 為什麼被我說完 大家還興高採烈地談去吃什麼 看來你這套不成功了 難道高派菲已經被我打殘了 而紅藥水已經被我賺得麻木了 看來還是時候要轉人了 豈有此理 是呀,我已經把所有組合都試穿了 我踩英俊爭紅樹人 然後再踩紅樹人讚阿楓 但是他們竟然一點都沒有人在乎 不僅是尋寶圖 連清潔部和保安部都是這樣 究竟在哪裡出現了問題呢 進來 大小姐,我下班了 我剛才才說你的文件做得不好 為什麼你不跟我的OT說起他 我的文件也不說明天做都不遲 我約了Fanny做膠夾 你們一起膠夾? 你們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友善? 我們一向都這麼友善 收了工還一起約吃飯 你們倆之間沒有很真心嗎? 沒有 玉米,我平時這樣踩你 你沒說不服氣,我稱讚Fanny 你沒說想做好一點,威給他看嗎? 其實我已經盡力了 雖然也不太重要 你沒有尊嚴的 Fanny,我平時這樣稱讚你 沒說成為你的動力 可以令你做得更好嗎? 我平時也做得很好 我覺得做人沒必要那麼辛苦 我同意 你們沒出息 你們沒試過做事做得很辛苦 做到吐血,刁賣鹽水糧 都要把事情做好 就是要為了證明自己是可以的嗎? 好,爸爸 爸爸,發文件我已經做好了 我現在發給你 我這次一定會贏龍力士 爸爸一定會讚我厲害 我是可以的 為了工作犧牲自己的健康值得嗎? 大小姐,你不要逼得自己這麼重要 我趕時間了,還是要先走了 再見 老婆,沒事吧?我先坐下 為什麼? 為什麼他們可以這麼缺帥 一點都不在乎 難道一直以來給爸爸 用醫療控制住的人 只有我嗎? 老婆,不要再喝了,傷乾了 還有,你不要緊,明天要上班嗎? 不上班 我決定了 我從明天開始放自己大假 好嗎?我們去旅行吧 我們去環遊世界 好 我們現在猜賣機票,你想去哪裡? 爸爸? 阿蓮,你這次帶領尋寶圖 破了銷售紀錄,做得好 謝謝爸爸 我會爭取再創新高 你真是年輕,不得了歷史 前陣子又得罪了一個大廈 令我失去了生意 龍力士,當人接物,哪有我這麼聰明 爸爸,以後你有什麼大廈 你不要交給他 你直接交給我幫你招呼 我也是這樣想 所以接下來有一個項目 打算讓你跟進 好,我準備好了 你有什麼資料在手上嗎? 你掌聲給我,我幫你看 你前一陣子,你不是說桌子腳 不太穩固 所以我找人幫你換一張新的 你看起來喜歡嗎? 好 怎麼樣? 用來桌子,那些書在哪裡? 什麼書? 親生子月出氣桌 是我第一次出版的書 我沒見過,很重要的 那倒不是 是我年輕的時候怎麼寫的 裡面的東西根本就不合理 是對兩個人才有用 哪兩個? 你也不知道 有很多位於我 你逛逛 三十五十五十年 你得目的